那我们之后就要转入地下链了 你说 我们这样假分手 这样做对吗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陈宁 其实我这么做 最主要的是因为你 至少宁萌在怀孕这段时间 情绪能稳定很多 你会轻松很多 我真的不希望你 加在我和宁萌之间去为难 你知道的 对于亲人 很多时候是不跟是非对错了 如果宁萌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你肯定也会生自责 对吧 那我们之后就要转入地下链了 也不知道下次拥抱会是什么事 至君最近出国进修 多亏了曼慧陪我 我才没那么无聊 曼慧真的是又贤惠又贴心 谁取了曼慧 谁取了曼慧真的是莫大的福气啊 哪有啊 对了 我差点忘记了 我一会儿还有余驾课的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啊 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哥 我已经架好车了 曼慧她今天没开车 哥 你一会儿聊完 记得把她送回家啊 拜拜哥 那个 哲宁哥你要是太忙的话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没事的 这段日子 非常感谢你能陪着萌萌 我想要不确定 快不确定 我们要不确定 那就对了 你想要不确定 你 你 是你 怎么